做念时有一些居士喜欢默念 这样念王者是否能得到真实利益 平常念佛时默念出身念 授业如何不同 默念时鬼神之道 出身念的时候 不但度这个亡人 也度一些能听到你的那些众生 听到阴神 念附近的时候云飞软洞都受理 这是好死的 所以出身念佛 比默念好 道理就在此地 可是现在的社会 人口太多了 都市里面住的房子是公寓 我们这大圣 个别就干扰了 所以在这个外国的时候 他们的法律不可以干扰邻居 你这有吵闹 他可以报警察 警察就来劝导你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 作念的时候会产生影响 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 默念的时候会小声一点 还是有声音小声 不干扰邻居 以这个为原则 小声念 金刚吃 金刚吃 口洞 没有隐身 所以这个都是要看 当时的环境 总而言之 是以出身为最好 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 临终所在医院 那医院的念佛 也要保持音调低 不要干扰 戈壁病房 这都是要考虑到的